两岸要打起来了 你全家死光光的时候 难道就来得及吗? 我很想跟民进党的一些 资深的支持者 跟他们触袭常谈 就是民进党他们做那么多坏事 那么明显的 论文问不出来 抄袭又被人家台大打脸 然后又不死不认错 然后黑金的问情 明明就是黑道站在你旁边 还说不认识 你今天那么多事情 那你为什么还要支持民进党 我可以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国民党比较轻忠啊 到时候卖台了怎么样 那有时候我们又会访问他 国民党又不是没有执政过 蛮久执政过啊 被民进党那些垃圾 骂成的说什么卖台啊 执政八年的有被卖台吗 我又会站在他们的立场想 他们可能会说 到时候卖了就来不及了哦 到时候卖了还来不及 所以人们不去就不能去就说什么动作 那要去就民进动作 那都说也是台湾人 可是老大又想问他是说 难道你怕 你不怕打仗打出打 等一下 这这这动画怎么讲那么没气势 我重讲一下 难道你就不怕 在民进党的执政私下 两岸打起来 然后你全家死光光 难道就来得及吗 你认同的打一好不好 好像有气势了 哈哈哈哈 两岸要打起来了 你全家死光光的时候 难道就来得及吗 你认同的打一好不好 而且要打仗 这是越来越明显的 美国虎视眈眈的 一直在那边煽风点火了 人家大陆已经开始用经济 在制裁你了 当兵还要当一年了 无人机都飞过来 子战都飞上去 你都不知道了 我们想问民进党 那些支持者 难道打仗打起来 你全家死光光的时候 来得及吗 你好 我是张老大 喜欢我的评论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 来订阅哦 而且我们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十点都会现场直播 快点加入我们张老大频道吧 我还让我们赌队就会发现化的 结果